有个小孩叫陶红锦,是南北朝奇梁时期著名的医学家,住有本草荆棘柱,书中路有药物名七百余种,对我国的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可是你知道吗,陶红锦小的时候是一个爱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孩子,凡事都爱问个为什么,有时候可真让人头疼呢。 红锦,红锦,这么难闻的气味,臭死了,你,少爷,你在干什么呀,少爷,这是什么这么难闻的。 神龙本草经少说,这几样药能提炼出一种丹药,能治我娘的病,少秀才说在家黄莲,方秀才说在家莲窍,到底加什么呢,我试试,来,陶安帮我搅和搅和吧。 怎么那么难闻呢,看来我还得再试试。 小祖宗,我看,你不如明天向两位先生好好地请教请教。 罗哥,看到胖秀才了吗? 在山上采药。 好嘞,咱们快下山吧。 先生! 十万个为什么,他又来了? 先生,莲窍为什么喜欢在向阳的地方生长啊? 那黄莲为什么喜欢在阴凉的地方生长呢? 你怎么这么多为什么呀? 好吧,我跟你说说,世间万物都有其生长的规律。 有的喜欢太阳,就像千金花,有的喜欢阴凉的,如太喜欢。 有小孩的故事哦? 谁家的孩子怎么放在这儿啊? 谁丢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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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警不要喊了,看来没有人认领了。 只好把他抱回去了。 可怜呐。 这孩子啊,胖乎乎,和你长得挺像啊。 先生,给他起个名字吧。 叫富贵吧,大富大贵女。 先生,叫阿福吧。 富贵阿福都不好,我已经想好了,叫明灵子。 这个名字取得好,明灵子取自明灵义子的典故。 先生,你说明灵义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嗯,这个典故出自诗经诗曰,中原有书,庶民才知,明灵有子,国罗父之。 你这样说,他怎么能听得懂啊? 明灵义子的典故是说,有一种叫国罗的黄蜂,它们只有熊的,没有瓷的。 它们飞到树林里,偷偷地把一种名叫明灵的幼虫,衔回窝里。 大黄蜂被这小虫启注着,像我,像我,就这样,明灵就变成国罗的门子了。 不可能,你们这也见过吗? 古人以为我们证明了难道有错吗?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不可能啊 不行,我要搞清楚 你大宝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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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少爷 你在干什么 嘘 小心点 你 没事 我来看 我来看 原来是个蜂窝 少爷 你养一窝蜂干嘛呀 这不是蜜蜂 这叫国罗 我听胖秀他说 国罗只有熊的 没有瓷的 他把名叫 明灵的小虫贤 回窝里 然后 像我像我 明灵就变成了 国罗的儿子 这个不就是 明灵一子的故事吗 你也知道啊 可是我不信 别不信了 书上写的还能有错 快给我回去擦药吧 我不走 我要看看一子是怎么来的 少爷快跑 花公开要惊人了 哎哟 少爷 他要干什么 我要注意观察 那个绿色的小虫就是明灵 那个肚子大大的就是母国罗 母国罗 不是说国罗没有母的吧 对我怀疑 怀疑什么 神经说错了 什么 我生死了 中原有书 树民采之 明灵有子 国罗复之 经过红颈的研究实验 从来证明这是不对的 大家要学习它刻骨钻研的精神 你盯着我的扇子干什么 先生 为什么扇子会扇出风啊 对了 风是从哪来的呢 从天上来嘛 先生 我又想起来的问题 为什么 我受不了了 你怎么这么多 为什么 先生 你别走 为什么呀 小红颈他终于破除了明灵一子的脸部 给人们一个真正的答案 也正是因为他的勤学好问 他终于成了